高雄有远景巡逻 发现呢 前方的车辆在路中不动 担心是不是驾驶身体出了状况 需要帮忙送医 没想到呢 这个远景上前拍打车窗 这名驾驶呼呼大睡 打开车门 他浑身酒气 我们差那么多下 你都没有醒啊 有喝酒吗 有喝吗 有喝吗 那我们都没做一个检疫的 哇 有喝那么多 这名27岁的中性男子呢 他是红灯违规月线 就停在高雄新兴区 七嫌一路跟景田路口 而警方拿出酒侧器 他吹气超标 他坦言说呢 前一天凌晨呢 就跟朋友在市区的酒店呢 来饮酒 喝了几瓶的啤酒 在餐序结束之后 他因为呢 本来是要叫代价的 不过呢 代价让他等了太久 让他觉得不耐烦 所以决定自己开车返家 没想到呢 途中因为他自己喝忙了 就睡在路中央 事后呢 感到相当的懊悔 省了一笔代价费 却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导